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剧场 人家伦吧,感觉好久都没有看到他的活动了 最近倒是有直播,但还是希望能够在舞台上看到 名单里面一共有十几位演员 小战,王一博,朱一龙,任家伦,陈晓,于书馨,迪丽热巴,杨幂,杨子,卑鄙,徐凯,许卫舟,杨超越 看着阵容,感觉每一位的名气和流量都相当高 目前,杨超越那边好像已经确认要出席 潮话当中有说明,如有变动再另行通知其他的演员倒是挺期待 但是也不确定参不参加 小战,王一博两位属于娱乐圈里面大顶流的存在 他们两个人因为参演陈晴令而出名 小战目前还有一部大型仙侠剧《玉谷瑶》没有播出 这一部也挺受期待的 据说内部已经开始看片 可能会在寒假台上来,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呢 王一博和小战现在走的路线不太一样 王一博目前专注电影领域资源还是挺不错的 有好几部带播作品 肖战王一博出场肯定能够带来一大波关注度 他俩流量实在是太高了 余生夫妇有可能同台 肖战和杨子共同主演过一部作品《余生》 请多指教 客两位的观众也有很多 看名单上有肖战还有杨子 不少的人都感到很兴奋 这次真能够看到两位同况吗 人家伦粉丝也有很多 他拍摄的电视剧热度都很高 古装领域非常受欢迎 无忧度只要发出新物料 排名肯定能被捂到第一 粉丝超级给力 人家伦人气也是相当的高 已经高到有些人不敢相信 其实余伦粉丝真的很多 忠实粉和剧粉都很多 年龄层也各不相同 有些人罢他就是有吸粉的能力 即便是不拍剧 凭借一个综艺节目也能吸粉 这就是本人身上的魅力所在 挡也挡不住 朱一龙拿到金鸡奖之后 人气又有很大提升 好多不认识他的人都认识了他 这个奖项可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拿到的 朱一龙本来人气就已经很高了 只是比较低调而已 能够看到朱一龙出场 也是很开心的 朱一龙一直都是兢兢业业拍戏 很敬业的一个演员 不搞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 没什么绯闻 谁能不喜欢呢 余淑欣 杨超越 热巴 杨幂 这几位女灵星在圈中的热度也是非常的高了 余淑欣刚有一部出圈的作品《苍蓝诀》 杨幂最新也有两部作品播出 迪丽热巴目前没有再播的作品 不过安乐船和公宿精英都很受期待 杨超越有两部大型仙侠作品等待播出 贝比热度也相当高 走上舞台 那绝对是相当有魅力的 目前他也有好几部电视剧代播 古装和现代剧都有 微博世界大会马上要来了 在11月29号举行 大家最期待看到谁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广告